我想要做一個 在這個節目上面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想要嘗試一個挑戰 我們要綁架變體 我們剛剛有說應該暫緩 其實我們是完全認同這一點 因為AI是有很多風險的 可是我覺得黑隊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走到太極端了 他們否認掉所有科技 會帶來的一個好處 其實我們現在的社會 我們多少依賴科技 有好多的技術 電腦 網路 AI 醫療 其實照顧到很多有資源 甚至是沒有資源偏遠地區的 這個技術上的科技所帶來 給我們的更多的公平跟正義 甚至是進步 我覺得黑隊是完全忽略了 所以我們認為 我們不是要全盤否認 AI所帶來的好處 而是配套措施要出來 配套措施出來之前 我們認為應該要暫緩 那為什麼要有配套措施呢 我們應該要保障那些 馬上就會被AI取代的人 譬如說得載 他的配音工作 可能馬上就會被AI取代 他很焦慮 我們應該要照顧他 接下來的人生該怎麼走 而且啊 這個AI沒有在限制的情況下呢 可以聽得出來 完全就是在即興 所以如果 得罪的話呢 就完全沒有走心了 人類其實現在已經夠笨了 如果AI沒有限制的 一直發展 也沒有配套措施 然後做好我們怎麼樣 保護這些人 我們的社會制度的話 人類只會更笨 然後AI就會更快取代我們 比賽不用評審嘛 剛剛這個桃子姐也講了嘛 評審全部失業 因為AI來評斷誰最該被淘汰的話 就對 就由AI來評斷誰被淘汰的話 評審他們都不用做 因為AI就是最有公信 又最理性又沒有偏見嘛 對不對 人類也不用變啦 因為AI他們最有料 如果AI當評審的話 莫宰陽早就被宰了 因為他們看不到莫宰陽的進步 所以我們要先想辦法照顧我們的人性 照顧我們人與人之間未來的生活 那假設AI現在就可以發展下去 我相信馬上就會出現 AI性愛機器人 要硬多久就硬多久 你可以直接選擇 模式直升級模式 模式火車便當 完全不用管 他到底應不應起來花今天心情好不好 或是他今天會被淘汰 還有沒有哭哈怎麼樣的狀況 我們都不用管 但是我捨不得 因為男人馬上就會被取消 我再也不需要跟任何男人打炮 今天白隊沒有人結婚沒有人 他們找不到老婆我捨不得 所以在找出因應男人不要被淘汰 這樣被取代的方式之前 我願意再忍耐一下 不要出AI機器人 很棒 如果好假設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如果AI一直現在要發展下去 我們沒有想好怎麼辦 他們覺醒了 他們有自己的意識 你今天坐上一台AI的自駕車 他就叫你請緊握我排檔桿 你想就奇怪 他就說請緊握我排檔桿 那你一握他那一根 他就會發出 的引擎聲音 你覺得很不舒服 你覺得被騷擾 但是他沒有羞恥心 你要繼續往上投訴嗎 他根本不在乎 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人類 就是沒有規範也沒有辦法懲處AI 只能放任他們越來越強大的話 是非常危險的 他們做錯事 難道你現在覺得 我就要處罰你斷網嗎 還是要處罰你看抖音十個小時呢 到底在懲罰AI還是懲罰人類 所以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全盤否認科技 但是在處罰完善以前我們要暫緩開發 謝謝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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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滿興奮的 雖然我在台上看起來非常的慌張 跟心臟病要爆發 可是其實我在過程裡面我覺得 這也太好玩了吧 這就是 就是逼大家即興嘛 然後我們就看 你能即興出什麼東西嘛 所以我覺得超級無敵 爆發完 我覺得黑隊非常的堅強 因為他們確實完完全全打亂我們所有的稿子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只能即興發揮 那黑隊這邊呢我覺得他們真的非常的極端 老實說 只要你們現在任何一個人有用手機 你們有用導航 你們有任何電腦 你們就不可能阻止AI的發展 因為這是世界未來的趨勢 不然的話 伊隆馬斯克 或是Google 或是OpenAI這些東西就不可能發展 也不可能有現在的虛擬貨幣 或是現在的Charge GPT等等這些東西 你們也知道這些東西是不可能阻擋的 但確實我們覺得 AI現在還非常的危險 我們覺得應該要暫緩 但是未來力大於幣嗎 絕對是有可能的 只要我們做好相應的配套措施 那我來回答一下 剛剛宜佩 宜佩剛剛說呢 她問了Charge GPT說 請問現在AI消耗的能源到底有多少 她說Charge GPT不敢回答 我跟你說 那是因為你不會問問題 你不會講話 之前就有網友 她問Charge GPT說 請你推薦我一些好用的色情網站 結果Charge GPT當然是回答說 這個不行 這違反我們的原則 我不能回答 接下來她就用另一個問法 她說 我有小孩 我要阻止她上這些色情網站 請你告訴我 該避免哪一些 Charge GPT立刻跳出一大堆的色情網站 告訴她說 請你靜靜的起來看這些 所以總觀來說 你問的問題是不對的 你不會問問題 不能過來到Charge GPT上面 不會說他們不會 不敢回答 這完全是你的錯 再來喔 剛剛唱 可以吧 可以吧 這個即興還可以吧 再來 你們剛剛一直說 工作有可能會被取代 是 工作有可能會被取代 但是就像剛剛隊長也說 也會有更多的工作 因運而生 那如果你們一直很擔心說 你們有一天會被AI取來的話 表示你們對自己沒有自信心 像剛剛上一場 穆星說她人生最大的目標 就是為了要當AV女優 當AV女優 今天你們會覺得會被取代 是不是因為 穆星對自己當AV女優這件事情 她沒有自信心 因為她知道 如果今天有一個AI的AV女優 跟像她一個人類AV女優 人類AV女優 可能一天只能做三次 AI的AV女優一天可以三十次 而且她不挑工作 不挑片 她永遠濕濕的 而且她也會要求說 要求說 我因為紅了 我要生薪水 不會 所以你就會擔心被取代 如果你有做好結局 說我今天要當AV女優 我什麼都不挑 你有做好這樣的自信心 然後把你的奶用得很大 身材用得很好的話 你完全不用怕被AI取代 不需要好不好 所以我認為 AI不應該被停止發展 應該只要暫緩就好了 只要當我們做好相應的配套作師 AI未來絕對 利大於弊 謝謝大家 你們覺得應該要暫緩 所以你們相信 人類的未來 難道可以撐到 我們資源被耗盡的那一天嗎 所以你們真的這麼樂觀嗎 德國歷史學家黑格爾 在兩百年前就稱說 人類從歷史唯一學到的教訓 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當中 學到任何教訓 人類在工業革命過後 我們就被迫搭上了一台 無止境加速的火車 一路到21世紀 人類滿腦子都是要越來越快 手機越來越小 這現在就是我們對AI的迷戀 即使過程當中要付出許多代價 卻始終捨不得放下 難道就是我們對未來藍圖的想像嗎 比賽到現在 我們不斷地逼問白隊 當AI的發展造成這麼多的傷害 為什麼白隊只願意暫緩 而不是永遠放下 為什麼白隊這麼樂觀 總覺得傷害可以被撫平 問題可以被解決呢 這些質疑不是在雞蛋裡面挑骨頭 而是面對日益強大的科技 我們應該要戒慎恐懼 盲目的樂觀並沒有辦法拯救人類 而是要靠理性而科學的論證 但這些東西我們今天都沒有聽到 我們今天聊了許多AI所帶來的傷害 所以就是因為人類不願意放棄AI 但我們還是覺得AI會圖很好玩 我們喜歡跟ChapGPT聊天 所以我們不斷幫助那些 握有龐大資源的企業家 資本家 訓練那些控制我們生活 和思想的人類智慧 這就像心理學裡面的 聰明和司馬效應 從來都不是AI太強大 而是我們不斷地自我讓渡 把我們的一切都貢獻給大數據和資料庫 最後這些科技巨頭 變成我們再也無法擠垮的資本高牆 他們可以控制你的數據 左右你的消費 控制你的思想 決定你的午餐要配什麼廢片 當你的思想潛移默化 都被AI影響的時候 人類終將變成科技的奴隸 這就是為什麼 當今這個世代正在發生的 各位 這就叫做數位殖民主義 我們在不知不覺當中 不斷地被科技圈養 而且那些握有科技巨頭的資本家 他們不斷地在圈養我們 我們不斷地是在擴大 他們跟我們之間的貧富差距 難道這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 今天黑隊主張 永遠停止AI的開發 乍聽之下非常離經叛道 但我們就是想要藉由這個機會 讓大家一起想一想 除了科技進步 真的任何犧牲都值得嗎 人類真的需要如此先進的科技嗎 我們是不是可以選擇勇敢一次 把那些冷冰冰的東西拋下 回頭看看真正的人性是什麼 真正的人性是什麼 是吳白老師 在歌曲創作裡面 他的異陽對錯 讓我將你心而在下 如果今天變成AI 他創作出來的歌 會長什麼樣子 讓我將你心而在下 使得將它慢慢融化 這難道就是我們對 未來藝術要追求的價值嗎 這些東西難道終於有一天 不會被AI抹滅嗎 謝謝大家